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说我在写违约条款的时候该怎么写 我说根据你的生活经验 根据你做生意这么多年的经验 在你们这个行业内 你最担心的情况是什么 你最害怕对方出现什么问题 那你就把这些写进去 我想问大家一下 做生意有没有说能把风险百分之百控制住的 没有吧 就跟人你只要是活在世上 你想说你百分之百绝对安全 有没有可能 你走在马路上 你说你开车害怕 你走路你走在马路上也有风险 就是没有绝对的安全 所以签合图也是一样 你要说百分之百的风险完全规避掉 是不可能的 所以正常的情况下 你就把最主要的风险控制住 你把你这么多年的经验 就是最担心的 或者说同行 或者说你这公司以前出现过的一些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给规避掉了 就已经不错了 然后讲两个经常会约定的一个违约条款 第一项就是赔偿损失 这个损失就包括实际以及可得利益损失 什么叫可得利益损失 就是我这笔生意 如果对方不违约 他对方正常旅行的话 我应该获得的一个合理的利润 最后因为对方违约了 我这个合理的利润 我是可以找他索赔的 就是他除了把这个我的本金 我的一些成本费用什么都赔给我之外 我的合理的利润 他也要赔给我 这就是可得利益损失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律师费 律师费这个问题 你看我已经用蓝色来标示了 就是中国现在打官司的情况下 如果你们合同中没有约定 双方的律师费是各付各的 但是如果你们在合同里面约定 比如说发生违约 守约方的诉讼过程中发生的律师费 有违约方承担 这个时候有这个合同上的约定 法官就会判你 判给你就会支持你的请求 就会判对方支付你的律师费 否则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不支持的 第二点定金责任 这个定金是不是生活中也经常用到 我这里想问一下 这个定金跟盐字旁的那个定金 有什么差别 到底哪个定金对你来说更有利 或者说对你不利 在某些情况下 我这里统一给大家解释一下 只有确定的这个定金 才具有担保作用 它起什么样的担保作用呢 比方说我给人签一个一百万的合同 我给他交了十万块钱的定金 就确定的定 合同上写的是确定的定金 我给他采购一笔货 什么叫担保呢 它是一个双方的担保 双向的担保 比如说我最后我不买了 我不要了这笔货 毁约了 我交了十万块定金之后 我不要了 这个定金能不能要回来 对 不能要回来 这个十万定金就打水漂了 如果我还想买 对方说不卖了 这时候怎么办 对它就双倍法案 就它除了把我交的那十万块钱定金给我之外 它还得再额外付我十万块钱的费用 就赔偿我 就相当于它是双倍嘛 这样的话对咱们双 对我们双方来说是什么 是同等的 同等的保护 都是十万 因为那十万全 它虽然是双倍 但是那个十万是我交给它的嘛 双倍法案 但是假如你是用的言字旁这个定 或者你用的别的 比方说风险金 什么保证金 什么风险抵押金 乱七八糟的 各种各样的名字 只有确定的定 才具有我刚才说的担保作用 除了确定的定金之外 其他的 我刚才说的那一系列的名称 各种金 各种金 都没有这个担保作用 那如果说发生违约怎么办呢 就不按这个双倍法案也好 或者说定金就不能退 这个 这个这种处理方式 就按实际损失 就按你们的违约责任来判 如果说没有损失 那就元数退回 比如说我不买了 但是我没有给它造成任何损失 我们也没有约定违约金的话 那就它原 十万块钱一定要元数退给我 所以这个时候 你到底用哪个定 你一定要想清楚了 那么定金 就是确定的定 这个定金的数额有没有限制呢 百分之二十 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交一百万 我们交定金的话 如果是一百万的合同 最多就交二十万的定金 那假如说我就交了五十万的定金 怎么办呢 怎么处理呢 最后假如说我不 我不买了 是不是五十万我就都要不回来了 不是的 最多就二十万 就一百万的合同 我这二十万我是要不回来了 因为我违约了 我不想买了 但是剩下的那个三十万 就是超过二十万的那不过 那三十万它必须要退给我 除非我们还有别的约定 比方说损失 它的损失已经达到五十万 那个另说 我们就是说 就是在没有其他损失的情况下 它的损失小于 或者等于这个二十万的情况下 就是那二十万它不用退 但是那三十万它还必须退 同样如果是它不卖了 它也是 它不是给我还 不是给我双倍返航缓一百万 它是返航多少 对我交了五十万定金 它卖方违约了 它要给我双倍返航 应该是返航多少 对它应该返给我七十万 也就是它承担的风险 也只是最多最多也是二十万 这就是定金这个数额限制的作用 就是法律为什么要这么规定 它就让你这个利益不要太倾斜了 下面我要重点讲一下 格式条款和格式合同 比方说去银行去买保险 就包括去洗衣店 就是很多这样的单位 你跟他们签合同 你们会不会说 双方在讨价还价 我这个合同条款该怎么拟定 不会吧 都是银行把打印好的一份合同交给你 然后你在某些空白地方填一下 或者说有些事根本不用填 就直接签字就行了 就是这种事先准备好的 就是不需要签合同的时候再商量的 就是你要么接受 要么全盘不接受 要么全盘接受 要么全盘不接受的这种合同 就是我用通俗的话讲 法律上术语怎么解释呢 就是合同法是这么规定的 就是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且在定立合同时 没有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这个就叫格式条款 如果你全部的内容都是这样的 就是一份格式合同 用通俗的话就是我前面解释的 那么提供格式合同的这一方 它应当什么呢 第一个它要遵循公平的原则 第二个是采取合理的方式 提醒对方注意 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 就如果我是银行 我拟定了这样的条款之后 就是哪些地方 就免除或者说限制 我自己这一方的责任的条款 说白了就是这种地方 出现这种情况我不赔 出现那种情况我不负责任 这样的条款 你必须要采取合理的方式 提醒对方注意 好 这问题就出来了 什么叫合理的方式 什么叫合理的方式 就法律条款是这么规定的 那怎么落实呢 实际操作中怎么操作呢 有没有人知道 我们先看几个案例 当然提供格式条款这一方 如果说免除其责任 就免除我自己的责任 比方说我是银行 我免除我的责任 我加重对方的责任 加重客户的责任 或者排除对方的主要权利 这样的条款是无效的 我们看几个案例 2011年北京市二中院判的一个案子 就是因为保险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 它履行的责任免除的明确说明义务 就是我前面说的明确说明 就是采取合理的方式提醒这样的义务 它所谓的这些什么免赔率 这样的条款是不生效的 另外一个新闻 2007年也是没有进提示说明义务 前面不是合同法的条款里面规定的 必须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 它这里就是因为没有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说明 导致败诉 那这一下问题就出来了 如果说在座的 或者说正在看这个视频的朋友 你是做这样的行业 就是你需要大量使用这种合同 对印刷事先运刷好的 你有大量的客户每天要签这样的单子 你不可能来一个客户 你跟他商量合同商量半天 然后双方再找一个律师来研究这个条款 这个效率太低了 你不可能的 你需要大量的 你需要运用这样的条款的时候 那你起草和准备这样的格式合同的时候 怎么来做到呢 我下面就把方法教给大家 我给大家举一个做得很好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案例 这个大家熟悉吗 这是哪一家快递公司的单子 这是顺丰的 顺丰速递的 它有一个单 就是它所有的单子 邮寄单子的正面 在右边 有这么一块 寄件人签署的位置 大家请看一下 请仔细阅读 背面所载契约条款 签字及同意 接受条款的一切内容 就是它背面会有一个条约条款 一个条款内容 整篇的 就是签字不签字 其实对你来说都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签字你也不看 不签字你也不看 是吧 很多人是不是这样的习惯 除了像我这样 专门研究这个案例的人 我会 我会不但看 我还仔细会研究它的条款 每一个条款 但是 对顺丰来说 一不一样 就是你签字不签字 对它来说有没有影响 对它的影响就很大了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 就告诉大家 如果你是提供这样的条款的企业 你一定要小心了 你有这么一个签字的内容 并且你让客户签字 对客户来说 很有可能他签字不签字 他都不看 但是对你来说 他签不签字 你有没有设置这么一个环节 对你来说意义非凡 很重要 好 我们看的背面是什么内容 背面是这个快件运单契约条款 你看密密麻麻的 写满了 好 我们来个特写 看一下 开篇就是特别声明 然后这个后面内容 大家有没有看见 这特别声明这一段 有跟其他地方的文字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有没有 对有人发现了 它是黑体字 有可能是还加粗了 就不但是黑体还加粗了 就是感觉特别 跟别的字特别的粗 感觉对吧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合理的方式提醒 就是跟我这一段内容 我要着重前提到的 我比方说整个一整篇合同里面 我有几行字 或者有几段 我是加粗的 这就叫合理的方式提醒你 我提醒你注意 如果说你加黑了 都这么黑了 你还没看到 那是你的事 我已经进到了 我合理的提醒义务了 好 我们前面还讲了 格式条款有一个什么 提供方应该遵循公平什么 原则 你看它采取的是 本公司依据既托机物的重量 而非价值来收取基本运费 因此赔偿标准 也是以寄件人支付的运费作为基础 就是说我收运费 我不是根据你的价值来收的 比如你一千万的东西 比如你恰好就值一百克 那我也是按一百克的重量来收 因此你让我赔的时候 我不可能说给你去赔一千万 所以我限定的价值为两万 如果你超过两万的话 你应该给它拆分 或者说你不要采取我们这种快递的方式 它就提醒你这种方法 这个条款是不是看起来比较公平 对 这就是像这种条款 它拟定了之后 法院就会认为 它是采取了一种公平的 并且用了合理的提醒方式 提醒你注意 至于你看为看 那不重要 对顺丰来说 它已经把这个风险给规避了 包括这后面的什么 因为不可抗力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后面来一句 本公司不负赔偿责任 就类似的 本公司这什么什么情况下 这不赔 什么什么情况下 我们本公司不负任何责任 这样的条款 你一定要给它加粗 重要提示 好 顺丰的是这么操作的 它是正面 让你签个字 然后背面印有这样的条款 然后用这种方式来规避 做的已经是不错了 那么我们要是 不是做这种快递的行业 比如说就一张纸就一面 怎么来操作呢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推荐的条款 推荐使用的条款 你要注明 就是除了最后的落款的签字 盖章和时间 年月日 你在单独列出一个地方来写 写清楚 请仔细阅读本合同所有条款 请仔细阅读本合同所有条款 尤其是加粗部分的文字 但是你这个条款 这部分也要加粗 并且还让它签字 就是除了最后的落款签字部分 这里单独弄一个地方让它签字 如果有不理解的 有不理解之处 可以要求甲方 这个甲方就是提供格式合同的这一方 你这里不要机械 比如你是提供这方 你是以方 你这里也写个甲方 就解释一下 不要机械的这样照抄 可以要求甲方 就是提供方 签约人员予以说明 签字及视为已经完全理解 并接受本合同所有条款签字 这个时候就把你的风险规避了 就如果你那个格式条款 就免除你自己的责任的那部分 比方说这也不赔 那也不赔的那部分 如果你的那个条款 本身内容是公平合理的 对方倒是说我签字了 但是我没看 那看没看是他的责任 只要他签字了 就认为他看了 争议解决方式 一般都有哪些种 咱们协商啊 调解这些肯定都是 我这里要说的是 就是最终能有强制执行力的 就官方认可的方式 有哪些呢 一个是诉讼 一个是仲裁 这个二选一 如果你没有特别约定的话 是诉讼还是仲裁 就如果没有写争议解决方式 这个条款我根本没有 没写发生争议去哪里解决 对就去法院 仲裁是要约定的 法院是自动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是仲裁的话 你要事先约定 当然也可以是发生争议之后 你们双方在协商 确定一个仲裁员 但这种情况可能会比较小 事后一般都是都不愿意 都不愿意协商了 诉讼或者仲裁二选一 并且如果你选定了仲裁 法院就不能再管这个案子了 你即使打到法院 法院一看有仲裁条款 他也不会受理 才让你去仲裁院 第二点 如果是你约定仲裁的话 仲裁机构的名称要写准确 写详细 比方说 你写北京仲裁委员会 跟北京市仲裁委员会 这两个有区别吗 有区别 如果是写北京市仲裁委员会 这个仲裁委员会是不准确的 因为北京市至少有两家 北京市有两家仲裁委员会 没有这个市字 北京仲裁委员会 就是唯一确定 一个字都不能差 那么诉讼和仲裁的比较 那些呢 两审中审和一财中局 哪个是两审中审 大家看到审子就知道 就是法院 就是说法院可以上诉 你一审判完你不服 我可以上诉 一财中局 就是仲裁委员会 一财中局 一锤定音 你就没有上诉的这么一说了 这个各有利弊 不是说哪个好 绝对的好 如果你要追求效率 我说我打官司 我拖不起 拖了好几个月什么的 甚至一年半载的 我拖不起 可以采取一财中局 如果说我时间上 中局 我就希望有两次的审理机会 我觉得一次 我怕一次他审的 比方说不太 没有审清楚 我要想有一个上诉的机会 可以选择这个 第二个是法官不可以选 仲裁员可以选 到法院的时候 比如说北京 北京的法院是 他法院来随机 就是法院来 内部来安排 他不会说让你立案的时候 你看哪个法官来审你这个案子 他不会有这么个程序 没有 而且法官的数量 来说相对来说 相对于仲裁 听来说 他是比较有限的 比方说审某一类型的案件 比方说婚姻家庭 比方说支持产权 像支持产权 他都有专门的支持产权厅 支持产权的这样的纠纷的案件 仲裁员就可以选 怎么选呢 双方各选一个 然后再共同再选一个 如果共同选不了的话 由仲裁委员会给指定一个 如果是三个仲裁员 或者说双方共同选定一个 独任仲裁员 就可以选 仲裁这样选的话 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是大家都会选 就大家公认的 比较 比较权威的专家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的这个合同纠纷 是特别特别冷蒙的 特别特别专业的 就除非是专门研究这个的专家 他自己都听不懂 否则的话都听不懂了 因为法院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专家 但是你如果选择仲裁院的时候 仲裁庭的时候 就即使你是国内的案件 你就可以选择 就是全中国的任何一家仲裁院 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来审这个案子 在国际上 如果是国际贸易的话 全世界范围内 任何一家 你们双方认可的仲裁委员会 你都可以选 所以你的范围就很广了 要找到这样的专家的可能性 是很大的 你这个行业再怎么冷 他肯定也有相应的专家 这个行业内的专家 但是一个法院就未必有 如果你那个行业特别的偏 特别的冷 如果法官都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 他都听不懂 你们双方在那吵什么 你说他案子怎么审 他只有去询问相关的专家 那询问那什么样的结果 就是说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 公开审理和不公开审理的区别 但是说哪个是公开审理的 法院一般情况下是公开审理 特殊情况下不公开 哪些情况下不公开呢 比如设计个人隐私的 设计商业秘密的 设计国家秘密的 这些都不公开 除了这个之外 一般情况下都是公开的 也就是说要有摄像头 记者是可以进去采访的 就是法院一般情况下都公开 仲裁恰好相反 是一般情况下不公开 除非你们双方约定 说我们就想公开 那就除外 就是除外的情况下才公开 这种情况下对你们双方的 商业秘密的保护 是一个很好的措施 因为有的时候 你是不是商业秘密 或者说即使不是商业秘密 你们也想保密 那怎么办呢 那你们就可以选择仲裁 还有如果是做国际贸易的 各国对其承认和执行的差别 因为法院的判决 涉及国家的司法主权 很多国家 或者基本上 所有的国家 都是不承认别的国家的判决的 比如说你一个美国法院的判决 到中国来 中国是不会直接承认的 中国的法院的判决 到国外也是 这边涉及司法主权 很多情况下都是不承认 就是直接承认你的判决 不会 它可以作为证据用 但是如果是仲裁 国际上有一个 关于承认和执行仲裁的一个公约 加入这些公约的国家 对仲裁 它是相互承认的 比方说你在香港 仲裁 或者你在中国的 某个仲裁机构仲裁的 或者在新加坡 中国内地的任何一家 仲裁机构仲裁的 只要是参加了这些公约的国家 你拿这个裁决到其他国家 他们都认 就是这些法院直接认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裁决进行执行 它是仲裁在某种程度上 它是跨国界的 跨越国家的 下面问一个问题 合同仪式几份 一般 至少两份 对吧 仪式几份 仪式两份 一般情况下都是仪式两份 但是我发现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会写仪式五份 仪式四份 好几份的都有 但行不行呢 完全可以 没问题 你写多少份都可以 你甚至写一百份都可以 就是说极端一点 仪式四份或者五份都可以 但是我这里要提醒一下 如果你是仪式四份 如果说终止合同 或者说你们想 说这个合同不用了 我们想重新欠一份合同 到时候我就把这个合同 双方都撕掉了 因为我就在办案过程中 遇到一个真实的这样的案例 双方合同上写的是仪式四份 结果最后他说 我们这个合同不要了 我们就不履行了 当着面子把合同都撕了 结果他们撕的时候 也没仔细看了以后 也忘了这查了 双方都把 就是把合同撕了 撕了之后 这边可能不管保管也 或者说这边是把两份都撕了也好 还是说有一份找不着 结果撕完以后 对方手上还保留一份 他们当时是仪式四份 虽然是当着面子撕了一份 手上还有一份 结果过了几年之后 人家拿这份合同出来 说是 拿这份合同把它给告了 这下这个仪式就傻了 这合同是真的 原件 所以说你是仪式几份都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最后 如果说你们想撕掉这个合同的时候 你要小心 要要要注意 要记得 你要检查一下 到底当时是每个人手上有几份都要撕掉 最好是你不要采取这种撕的方式 你就重新签订一个 就是解除合同 或者终止合同履行的一个协议 并且写清楚针对什么这种哪份合同 这就是提到我前面说的 那个合同编号特别有用 合同编号就确保每份合同都是唯一的 这样的话 我把编号注明 某年某月签订的编号为什么什么的合同 自今天开始终止 什么的 双方不再也发生任何的权利义务关系 双方的权利义务都已经履行完毕 什么的这样的条款 就让它确保万无一失 最后是当事人的签字或者改章 签字改章这一部分 我一开篇就讲到了这里再提示一下 每一页都签字盖章或者其凤 现在其凤章是很多人都已经有这个意思 但我这里强调一下 就是其实签字也可以其凤签 其凤签就跟大家讲 你其凤斜的一签过来 还可以是每一页底下都签字 这个就跟我们律师在法案办案一样 开庭笔路上每一页都要签字 所以有机会大家一定去法案旁听一下 就是案件的审理对大家这种证据意识 这种法律意识很有帮助 真的 法院每一步都是都是按我刚才说的那种 比方说现在北京啊 外地的我不是特别清楚 北京的法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让双方都填一个送达地址确认书 这个是不是跟我那个前面合同上开篇 要写通信地址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吧 一样的道理 法院也在规避它的风险 别到时候他给你发这个传票 或者说发那个什么东西 你说没收到 你说不收了 现在法院第一步 第一次你到法庭 就是双方先签一个送达地址确认书 这个时候你写的地址 他就是把他的风险规避了 到时候你收不收 很多人一看着法官 一看感觉是法官有可能判断 我就拒绝签收 拒绝签收没用 只要地址一写了 法官按这个地址送出来了 法院的义务已经履行完了 是不是 我讲的是不是 都是实际操作的这个 法院都会这么做 所以我建议大家 有机会的话 去法院旁听一下 民事案件的审理 对大家的这种合同 证据意识 你会知道 你会很惊奇地发现在法庭上 不管是亲戚朋友 甚至是直系亲属 甚至是兄弟姐妹 父母跟子女之间 这么亲密的亲属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为了利益 都可以打得不可开交 就是有时候发现 你会发现朋友之间是不可靠的 人情呢 这些面子是不可靠的 还是按合同来说事 你会发现 很多人在法庭上 他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 你会发现人性 有其恶的一面 我们今天讲这么多 都是为了避免 避免你把这个 人性恶的一面勾引出来 对我前面说的那些条款 就是虽然最后法院 可以帮你找回功能 但是你没有必要把这个 人性恶的一面勾引出来 还有注明一个 注明一下这个 双方的银行账户信息 银行账户信息 注明一下 就银行 注明银行账户信息 有什么用呢 就是比如说 现在打官司执行 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那执行的时候 要查封对方的账号 你就如果说 你知道对方的账号的话 可以很迅速的进行查封 如果你还不知道 他的银行账户的话 你还得先去查 这是我在法院墙壁上 拍到的一个匾 一个罗马的谚语 契约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 什么意思 你不要小看 当事你们之间签订的 那一张白纸上 那几行黑字 这一张纸可以修改法律 在某种程度上 我说这个意思就是 很多合同法上的条款 都会写 什么什么情况下 怎么怎么处理 他后面会加一句话 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也就是说 法律虽然规定这么这么这么办 如果你另有约定 就按你约定的来办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合同就跟法律 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 甚至你们之间签的合同内容 可以修改法律 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修改法律 所以一定要重视 法官最后是除了法律之外 还会根据你们签的那份合同 来判案的 最后给一个总的合同签订建议 第一个关键上要重视 就是我刚才强调的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 就是你观念上要重视 第二个资深业务员和法律专业人员 共同起草 这个我前面已经提到了 第三个建议就是 收集本单位 本行业发生的 以及媒体报道的纠纷案例 判决书引以为戒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同样的错误总是有人在犯 说历史总是相似的 如果你单位出了某个事 如果你出了某个事之后 你去寻找 你去打听一下 或者你去找同行聊一下 你会发现 其实你这种问题 在他们单位以前就出现过 甚至你去搜索一下互联网 你去搜集一下 这个相关的媒体报道 你会发现你这种案子 其实早就有好多个案例 已经报道了 只是因为你没有关注 你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如果你提前有这种意识的话 很多很多的错误都可以避免 就包括跟员工的关系的处理 很多人 如果你经常去旁听一些仲裁委 就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劳动争议调节仲裁委员会 这样的 旁听一些 你会发现 很多的这样的错误 这样的教训都可以吸取的 第四个 公司要总结签约注意事项 形成手册 并且不断的完善 各位做企业的老板 就已经在做企业的老板 或者说准备创业的 准备创业的未来的企业家 如果你想 你说你开办公司十年之后 你要跟这个开办两年的公司 拉开差距 你要跟他们不一样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你这十年你有积累 如果你不重视积累的话 你跟他开办两年 其实你没有太多的优势 这个积累就很有用 你要总结这些签约事项 你这样积累有什么好处呢 还对这个员工流动方面 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就是比方说 咱就说一个很简单 比方说前台 你如果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手册 一些注意事项 比如一些好的经验 以及一些坏的经验教训 一些坏的教训 你都把它总结出来 这样的哪怕这个员工离职了 新上班的员工很快就可以上手 其实任何一个部门也是一样 法务部啊 什么业务部都是一样 你如果注重积累 只要是好的也积累 只要是坏的也积累 因为你吃的每次亏 都是你交的学费 不能让他白交 这样的积累 就让你的公司 就是越做越有经验 就不至于同样的错误 一犯再犯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